欢迎收看会视焦点 总理李克强上日主持 全国稳住经济大盘会议 外界猜测是动员令 要求更快推出宽松的政策 人民币连续两日偏远 离岸价曾经去到近一星期的低位 美国联署局议息记录反映 官员支持短期继续半离半离加息 货币政策甚至偏向紧缩 美元由一个月低位回升 金价就结束四日升市 内地加强宽松政策的立场 美元回升 人民币连续两日向下 离岸价下午曾经落到6.76的水平 在近一星期的低位 人民币中间价中指约四年升 报6.6766对1美元 较上了交易日跌了296点指 在案价下午亦疲弱 去到6.73的水平 在近一星期的低位 最新再弱多一点 去到6.7402 总理李克强上日主持全国稳住经济大盘会议 要求月底前推出支持经济措施的细节 以确保第二季的经济可以合理增长 和失业率尽快下降 国性证券就形容会议目的是向全国发出一个动员令 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加紧执行稳定经济的政策 民生证券就估计6月底可能再降准 帮7月发行最多2万亿元币的特别国债 加码财政政策 下午嘉宾有文錦sir在这里和我们分析一下 Hello 文錦sir Hello 普善 人仔下午越跌越急 明明在巩住经济大盘会议 市场形容到规模很大 不过人仔照样是转弱 是否市场都未是很信 这些财政刺激可以帮到经济从疫情复甦呢 就算有财政刺激 你都需要时间去沉淀 然后令整个经济激活 你见近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断地开会 希望将经济的失速稳定了 然后就激活回整个经济 你出了这么多方法 你动员了这么多人开会 指令达得很明确 最重要就是经济要稳 现在整个国内的经济 因为疫情再度肆虐之后 试过上海封城之后 你整个长三角 在中国的GDP是占比重的 你再加上失业率又高企 如果不是动员了所有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 一起去统筹一件事 就是给个信息 他们国家都是想找回经济 补回就业 然后就激活生下经济 但是真的你要传道下去整个经济 激活回呢 要时间的 可能真的要过几两个月才行 它新的政策6月底出 6月左右出了 但是都要看一下它怎样出的政策 怎样刺激的 大家给一点点时间 人民币都是有机会再挨低一点点 它今天这样跌 6.8、6.8.2的机会都很大 再穿6.7.5 应该卸在那边 之前的低位在6.82、6.83 这位置 敏感上你也看可能要塞一塞 会不会再往低一点的 再低一点 6.8.5一穿就要看到7元或7.2 那就是要看整个事态发展的 那你如果是继续减息的 那你人民币的另外一个输入性通胀压力 又会出来的 因为现在你想刺激出口 人民币低是可以的 但是你有很多年带的关系 真的要兼顾了 那问一下油 内地就一直有些加强刺激经济的政策 会不会说你能源需求 现在的油在110美元这位置 有没有空间可以再上 那油 你说之前有一天 就中国出的出口数字不好 油价跳了下去 因为见到中国的经济是实促的 好了 现在你出了这么多招数 如果真的激活到 就当然是起码油价就不会跌下去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中国的用油 自从封城之后可以有些地方的汽车销售是零的 那你真是可想而知 那你出用去用油的那个量 其实真的会有限 就是有下来的 那你整体的经济不好 失业率高呢 消费自不然会低的 那可能就令到中国的用油量是会减的 不一定说因为中国刺激经济措施多 而令到油价会走上去的 环球的油价都是Range 上面是115 下面大约95之间上落 105到115之间上落 它不低于1110 大家就不用太担心它会走低的 好 我们跟上美汇 美汇指数连跌两天之后 在一个月的低位回升 重上102这些水平 美国联储局议息记录就显示 官员普遍认为 六月和七月两次加息 都应该继续半离的幅度去加息 而且一致同意 应该很快地将货币政策 由宽松转向价为中性 甚至适宜偏向紧缩 美金升年升四日的金价都要回一回 曾经跌到超过百分之一 去到1840美元的水平 最新低位回稳一点 是1844.87美元 文錦sir 现在六月和七月加息 市场就预了 不过看利率期货 九月加半离的机会 都是三成四 加四分一离反而比较多 有近六成 你看美金要突破高位 是否都好看未来两个月联储局的口风 怎样加呢 你刚刚那个会议记录 你看到六七月都会加半离的 你说到九月加四分一 其实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六月份开始 已经缩表了 你一直缩表 其实等同那个效果 等同都是加息的 可能去到七月之后 大家就看看 那个连续加了几次息之后 那个通胀又没有降低了 那个经济又没有失措 那如果你现在预期加四分一离呢 那其实都会好些的 因为整个市场那个气氛 就不会说那么紧张 就是现在 它那个货币政策收紧是正常的 那美金呢 你看到债息下回来 而其他货币那个加息那个步伐 都近的 所以我又觉得 美金呢 它还有机会走上去的 现在还是102、104的区间 但是就贴着那个区间底部 我相信去到下个月 它开始缩表 那美金会走上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走上去的金价 会不会说都未必站稳呢 昨晚回吐超过百分之一 短期会不会入市的空间 都没什么呢 那那个金市 就一来它未来 又六月份期金又到期了 最近它挨到上去 一千八百七十多元 那昨晚下回来 我不排除它再走多一阵 上去接近六十元 那我自己觉得 大家想买金呢 不用心急 过了下星期一、二 那六月期金结算了 那金可能试多一次低位的 接近一千八百二十到一千八百三十 那些位置买呢 你就舒服一些 就是这些位置呢 你不穿一千八 你可以守得到的 它在一千八百五十元楼上 都还有机会向上走 但是因为利息的趋势 近两个月呢 都会加半利 那一个金就会有点压力 好 跟上欧洲方面 美金升 欧元就相对偏弱 有一个月高位回落 失守回1.07 这位置 最新的情况是怎样呢 仍然是偏弱向下 在1.0675这位置 欧洲仰行官员继续争论 这个加息的步伐 首席经济师联恩 和芬兰央行行长 都支持行长拉加德的暗示 即是说7月和9月 各加息四分一来 而不是部分官员所主张 一次过加息搬离 荷兰央行行长就表明 现在的焦点是加息的路径 预计今年不会去谈 缩减资产负债表 也就是减持债券收回市场资金 意味的收水步伐仍然是慢过美国 因为美国下个月就开始缩表 欧洲仍然在酝酿加息的时候 不少亚洲国家已经率先加了 新西兰连续加两次半离之后 南韩央行今早都加息四分之一来 指标利率升到一来七五 是近三年的高位 央行就说明 未来几个月的焦点仍然是稳定物价 暂时预计通胀年中之后就会见顶 先问一下欧洲的情况 欧央行可能九月底就结束负利率 不过官员就先后淡化 今年开始缩表的可能性 欧子大家都一向看比较谈的 暂时都是慢过美金的时候 加息的步伐 是否欧元都暂时低位陪回绝的格局 欧元去到107.5% 就有点压力的再冲 你真的要加息 和经济要有起息 但是这一次 欧洲央行官员就聪明了 你看到其实有很多央行加息 都没有缩缩资产负债表 一路自己欧洲央行就一路说 要停了买债才开始加息 那就绑着手也绑着脚 好了 现在这次改变了一个说法 就是说 他们见到通胀真的这么高 先加了息 然后再按欧洲的经济情况 然后去调整他们的买债多少 或者到期不move over 这样的弹性就好一点 因为欧元它下回来 可能不会下多的了 106、105.5%那些位置 应该都有支持的 上面它过不了107.5% 暂时都没有条件好的 那欧元 不好 问一下亚洲这方面 南韩和新西兰都加了息 你看到资金供应收紧底下 怎样影响亚太区里面的资产价格呢 亚太区的加息 除了日本 中国暂时是偏向宽松的 南韩它加息都密的 纽西兰就加了几次 加半利 但是你看到这一众的加息 外汇的汗环都是下跌的 纽西兰呢 来到这一次加息 终于有起息 但是都不是说弹上去的 那整个亚洲地区 你的息偏高了 你看看日本是怎样的 日本日圆这段就好一阵 日本就不改的货币政策 整个整个亚洲 因为中国和日本偏向宽松 那就比较参差了 我自己看呢 未来就轮到澳洲了 澳洲它会继续加息的 澳洲如果加息回来 可能纽西兰那些就会下来 就回到澳洲了 日圆呢 如果债息不走上去就没事的 如果美国债息走上去 贴近三厘呢 那日圆会再跌的 它现在看上去走势 日圆穿128 80就有机会跌回来 接近131 好啊 这一节 麻烦你敏感受你的分析 汇市焦点到这里 还是想给大家看 你好 没什么 你怎么找到 多少 这些食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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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又去到剩下700億成交 期支結算之前是否遇到市都沒什麼方向 消息不是沒有的 上天有個找經濟大盤的會議 不過今天看到對A股港股的提振作用都很有限 還要擔心人仔波動 其實壓底的走資的憂慮 或者其他負面因素 是不是都還在發酵呢 港股走勢都還是弱一些 看到一些好消息 最近這幾個星期都比較多一些 就是說政策方面 首先就是有房地產方面的一些放寬 例如說全國的首套房的按揭利率是下調的下限 跟著就是LPR利率五年期的調低 幅度都挺大 再加上今個星期出的很多的財政刺激的招數 其實都是利好因素 但是看到港股都反而升不上去 似乎都還是向下調整的壓力 還是有大一點 接下來就要等業績 今個星期還有幾家的大型科網股 會公佈業績的 可能等市場消化了業績 看看會不會再調低一些盈利預測 港股才可以存定 暫時看再向下的空間 我覺得就不大的 雖然說偏弱 去到五月初的低位 即19,200 相信就不會跌穿 看回三月中建底以來 行止都有個星軌 現在星軌大概19,500 會有個初步支持 相反再反彈 五十天線就暫時不容易升穿 之前幾次都是比較大的阻力 你說上星軌都排了一顆定心軟 給大家定一定 再跌都可能幾百點水平 不過當然向上五十天線 這點阻力非常大 試了好幾次都未能夠升穿 和Daniel看看連星榜 究竟有什麼適合 都還有一些強勢股份 市場雖然悶 一眼看下去 都還是資源和雄運 都數了好幾天 還有飛機 渣打和中田信上榜 資源股要留意就是中海油田 連升六天 累積升百分之七 創兩個幾月高位 另外還有就是掩礦能源 今早都和大家講過 計劃發債集資 用來增持它旗下掩梅奧大利亞 我估計三天升近一成 銀行股 渣打六天升近百分之六 再創三個月高 上榜的船股又是海鋒 和準藍籌東方海外 齊齊五年升 東方海外再創新高 總電信下星期二會除淨 股價四天升近半成 北水連續三天都有淨流入 昨天流入2.4億 飛機股有國航 有南航連升三天 有補貼 所謂派紅包 終於落實了 國航追身獲摩通升 評級去增持 Daniel覺得這些市況之下 還頂得住的這堆股份 有沒有哪一隻我們都能撐過 強勢一點的海豐國際可以留意 航運股就近期都是強的 但是海豐又未至於 去到一些很高很超賣水平 比起三月份的高位 現在還有一段距離 近幾天才又再轉強 看基本因素暫時都是比較強 公司早前公佈的第一季的數據 運費的水平 按季或者按年的增幅都還是挺高 也都估計今年的增幅 大致上都維持到挺高的水平 接下來當然航運股市場會留意 會不會有些轉角位出現 就是有些見頂的情況 但是海豐比較特別就是 它認為一些東南亞或者東北亞的航線 都是一些短途的航線 就會受惠亞洲區的消費力 持續都可以有幾好的增長 這方面應該能電度相對高些 股價都剛剛有些突破 近幾天連續幾天的陽軸向上 相信可以有機會挑戰 大概32至33 接近三月初的高位 好了 海豐就未破頂 我們之前都說 其實很多荷運股都率先破頂點 海豐現在還在追緊 今天不用跌 升到五線 我們還有個家庭觀眾 剛好想問煤炭相關的股販 有詩小姐 詩小姐 哈嘍 哈嘍 你兩位 你好 我想問一下 煤炭 我21個半公司入了 都很多年了 現在剛才升到26.6 那你應該輸它 還是繼續保持它 請教一下你的意見 好 今天它又再破52週高 除了煤價還有剛才說的消息 Daniel 現在這些情況 應該什麼時候設定離場的時候 我看 首先已經擴大了 我剛巧不方便說 為公司有些業務的關係 但是我們看看煤炭的板塊 其實現在我覺得直迫率不算很高 整體來說 首先都是擔心內地 但是現在為了令經濟的 穩定經濟的狀況 對於煤炭供應的增加 其實都是比較重要一些 避免好像上年年底那樣 有一些煤炭短缺 令到電方出現影響到經濟的 所以在供應層面 我想那個很短缺的情況 又不會持續長時間 當然煤價整體可能保持高位 但是對於煤股來說 接下來可能會開始有些 預期出現拐點見頂的機會 明白 需求真的可以這麼厲害 Daniel 有些保留 雖然只可以點評一下行業 不過詩小姐不用擔心 真的想問價位 可以再打電話來 我們記錄給你聽聽 待會回來看看連跌股分 總理李克強召開全國會議 要求保持第二季經濟合理增長 分析相信短期會推出更多措施 重點包括退稅、消費、地產和基建 總理李克強星期三出席全國 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 表明近期經濟困難 某程度較前年疫情嚴重時更大 要求上半年基本完成政策實施 多個地方和部位隨即配合 例如深圳補貼每個人最多2000元人民幣 買手機和冷氣等電器 買電動車等每部補貼最多2萬元人民幣 財政部就宣布 如果國內航班太少出現虧損 航空公司可以獲得補貼 上限每小時24000元人民幣 直至7月下旬 工信部就表明會適度超前 建設5G和光纤網絡 加快工業護聯網和車聯網等佈局 人民銀行也要求全國性銀行 傾斜貸款比受疫情影響的地區 確保小微企貸款增速 不低過其他貸款等等 高成認為雖然會議沒有提出新措施 但是據報參與的省市院官員可能多達10萬人以上 本身規模和性質就不尋常 反映覺得有更加迫切需要支援經濟 國城證券形容會議是傳達穩定經濟的全國動員令 相信短期會由地產、基建還有汽車消費著墨 民生證券估計6月底或者再降準 協助7月發行特別國債 集資1-2萬億元人民幣 用在財政政策 銀行聯昌證券就看好 內房項目貸款會放寬 加上條登按揭利率 6月樓市銷售有望強勁復甦 無線電視黃文軒報導 聯想去年度多賺7成2並增加排息 順利超過20億美元 無利率略為增長至16.8% 收入就按年升近1成8至716億美元 創新高 派沒期息每股0.3港元 按年多排2成半 單看第四季順利有4億美元 按年比較升5成8 按季就到退3成半 收入按年升6 按季就跌1成7 從以上消息看到這裏 多謝收看 節目時間跟進行指最新的情況 剛才看跌穿了兩晚點之後 暫時都在這些位置徘徊 維持著195點的幅 1萬9千975點 指數向下成交還在7百多億 727億多 和Daniel繼續看看連跌榜 連升榜裡只能選一隻 你覺得比較好 連跌榜也看看 連跌榜比較蠟雜 很多隻都連跌四天 小鵬汽車和聯上 股價累積跌超過一成 小鵬首季虧損倍增 物價調低 目標價至150元 聯上總共公佈 上年度多賺7成2 並且增加排息 賭股金沙和晶片股 ASM太平洋 四天累積跌9% 金沙建超兩個月低位 ASM在6月13日會加入科智 其他四年跌還有新州 阿里巴巴、中國電力 跌幅3%至8% 阿里巴巴今天會派成績表 金沙國際生物跌一成 近來被稅進條低目標價 主要反映疫情對業務的影響 Daniel就這樣看 不乏一些成分股 大隻的股份 有沒有哪隻 你覺得是時候要罵一罵 可以留意聯想992 股價落最近的支持位 如果看圖表7元 在3月份、4月份都落到7元 很快反彈 今次也是中午出業績 業績其實都對版 有機會大動股價有技術性的反彈 如果看7元有支持之外 其實走勢都跟3、4月份見底那下有點像 連續幾天陰燭地跌下來 反彈那天開始出陽燭 有機會挑戰250天線 但不過Daniel 今天公佈完業績 他都只是彈到3仙 這個究竟是市貨不遷的 你可能是業績出了什麼問題 另外就是當然 當然之前的阻力 一頂都低於一頂 這次反彈力度 是不是大家要心理準備 沒有之前那麼厲害 業績就不算很驚喜 因為如果看過年度增長 當然是強的 但這方面又不意外 因為他們每季度都會公佈業績 今次出的是3月底的年度業績 即是集中提到1至3月份的盈利 其實那個規度盈利就是過去四季之中最低的 但是全年拉雲來計都是高增長 這個規度弱一點都可以理解 因為整體特別是內地的 雲觀經濟狀況都還是比較弱 都是在惡化 也都有一些供應鏈的問題持續 但是前景就在核心的個人電腦方面 雖然整個市場不會說怎樣大幅增長 但是公司的市場率都不斷地提升 競爭都是減少的 所以見到年內的毛利率是有一個 擴闊的一個趨勢持續到 另外一些新的增長的動力 一些解決方案或者基礎設施服務等等 一些硬件以外的業務實在表現都不錯 好 留意著聯想 Danny說有條件彈的 暫時不用跌 都升到三線 另外留意到年跌股當中 就是阿里巴巴 今天會公佈季跡的 四日間跌了7.6% Danny就不理他了 沒有提及過 是不是不適合你 還是你要小心 業績公佈分分鐘80元都要跌穿了 你怎麼看 都是審慎一點 業績公佈之前 不單止擔心季度的數字差 也要留意會不會展望 公司給一些收入或者盈利的指引 是給得比較審慎 公佈完業績出來 可能市場都再會調低 預測都不定的 還有始終公司業務 就是電商為主 對現在的運動經濟疲弱 都是比較敏感些 所以整個科網行 一來都沒有真的存定 二來如果率先反彈 可能就是對經濟狀況沒有那麼敏感 例如手遊股 表現會比較穩定 但是阿里這一刻的直播率就不太高 好 我們都回答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我們有位家庭觀眾在這裏的 林女士 林女士 哈囉 你們兩位主持有 哈囉 想問甚麼 問得了 我想問2013萬4.06元 好 看看會多少 這樣問問你們 即是問升多少 是不是 現價都是4.07元 其實不是差很遠 Daniel跟我們說說微蒙 當然就是弱勢股 科網股 但是呢 可不可以撿到少少走 暫時上面阻力都幾大 看到這條50天線 其實科網股之中 現在如果說比較早反彈 相信都是龍頭的 龍頭公司當中 就是剛才提到的手遊股 或者是已經出了業績不錯 例如快手這一類 但是微紋始終的規模少些 投資者可能都是覺得 基本因素 不確定性會高些 即是能見到低 所以在股價反彈空間 我覺得就不多了 相信在50天線 就已經會有阻力 即是如果今次反彈到4.5 雖然那個帳面力量不多 但是可以先吃了一會 都要留意一下 如果是最近在4、5月份的低位 大概3.7 都明顯跌穿了 表示弱勢持續都應該計數 好了 反而反過來 就要看緊紙節位 林小姐要小心一點 好 還有李小姐在等 李小姐 你好 你好 李小姐 聽到嗎 李小姐 可能接收有些問題 不過李小姐其實就有 好吧 我們先回答了個280 周小姐 好嗎 周小姐37.7元 買了比亞迪電子 想知道可否回升 甚麼價位止蝕 看看比亞迪電子 如果37.4元 又是我們說的腰斬股 現在只剩下10多元 Daniel有否意見可以給他 金鑽就要看著50天線 是否升得穿 近一個星期都在測試 向上 這個阻力大概15.9元 升得穿的話 可以再看高一點 大概19至20元這個區間 有機會有一個少商底的形態 向上突破 少商底就是最近 只剩下13元左右做了 現在剛才提到的15.9度 都是一個項線水平 基本因素 其實暫時不是那麼好的 因為整體的手機設備 行業都是受著現在 特別是內地的經濟疲弱 以及供應鏈緊張的問題 持續影響著 但是因為股價都跌了很多 都不排除有些技術性反彈 所以可以先拿著 就看回19至20元這些反彈目標 到時都是要趁反彈減榜的 雖然都很長時間還沒回家鄉 但是就不要說等到回家鄉才肯沽 都要看回當時的形勢 明白了 比亞迪電子 即未必可以一步回家鄉當中 都要盯緊關鍵的位置 到時都可以再打來問 配合賣豬馬這樣問 到時看看好不好真的離場 還有林小姐說49元 高追的招行 想知道應不應該繼續炸 Daniel有沒有什麼建議 現在有很多說 人行要這些人行加快放貸的消息 其實整體內銀會不會受到打擊 整體內銀兩方面有利有弊 現在的政策 首先擔心正息差一些收窄壓力 因為五年期LPR一減 減了15點子 接下來市場可能官網會不會再有些減息呢 但是長年期LPR減 一般來說都是去到每年第一 每年一月份 一些防貸利率 才會跟著地標利率去減 短期內銀不會帶來很大的收窄的 息差的壓力 但是對於懷象憂慮 其實有助舒緩度 因為經濟穩定 現在都多了一些憧憬 所以我想整體內銀股 現在就可以先駕駛 好 49元年價可能輸兩個多 還有近來有一個比起低位 彈分一點點 我們還有長城汽車 家庭觀眾還想知道 長城汽車呢 家庭觀眾就是何女士 看中一隻長氣 最近新聞都談汽車股 很多幫扶的政策 乘用車稅有得減 兼甲今天深圳都有個消費券 買新能源車 最多補貼你一萬元人民幣 那麼多政策丟出來 Daniel覺得這個板塊 是不是真的政策當中 他都算是最想得過的 政策的支持就真是最大 對這個板塊 另一個就是房地產 但是要留意就是長城 近期股價低位都達了超過五成 即是都是率先炒了一些政策的因素 那無疑政策就對一些傳統的 柴油車汽油車的支持會大些 這些的汽車補貼 下鄉 裘置費的補貼 但是股價彈了這麼多 就要留意會不會有些獲利回舖 如果有課就要看一個短期升軌 其實最近變低以來的短期升軌 那現在大約十二元就不用有失了 如果穿了 可能又再變回低位徘徊的格局 好 小心一點 不是說政策一定行 又可能反映了 謝謝Daniel跟我們分析才看到這裡 行指繼續在兩萬點水平下徘徊 看看最新的表現 事本背後的大背景 總理李克強要求保持第二季經濟要合理增長 例如大行高盛都覺得不尋常 擔心反映 中央可能覺得有更迫切的需要支援經濟 全年增長5.5%左右的目標可能都有挑戰性 人民幣來說現在還跌幅到離岸那邊 跌到四百多個點子 至於內地股市都升幅稍微收集 創業板指數更加向下 行指來說最新都跌幅到179點 做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九點位置 見到分類指數都全線向下 總成交這一秒去到超過747億多 後市的方向我們找到嘉賓一起談 這一節有和偉豪Rafi在這裏 Rafi 你好 Rafi 你好 貼著一萬九千九百點的水平 拉腳 剛才說到人仔都是繼續 呈現一個跌一些的格局 在我們今天的市場跌百多點 不過成交也不是說 看得出大家的投入度不是很大 現在暫時來說 究竟大市的方向你會怎樣去判斷 暫時說真的它的方向 真的不算太明顯 因為像你所說 其實一方面大家的參與度不高 其實這幾天的成交都是 大概一千億左右 變相都沒有什麼明顯的真量資金進來 你說市要很大 走回單邊行程 無論向上向下都好 我覺得都是比較困難的 而來消息面方面 就叫做可能很淡的因素都有機會存在 一來淡那邊 或者叫做不確定性那邊 那麼沒了幾樣東西 一來都是外圍 比如美國的一些加息因素 你至到那個通脹的問題 內地都是經濟前景 和那個疫情的情況 連帶來變成人民幣 或者又再弱了這兩天 那這些都是叫做少少令到 那個市是頑皮的一些因素 但是又不是說沒有一些好的憧憬 我想大家過去一個多兩星期都看到 其實內地都有很多的會議 很多的政策 其實都是在傳出來的 變相叫做少少好淡 都是有機會存在底下 令到市就跌跌跌跌跌了 變相過去這陣子都是 事上就事下 其實整個方向就不是太明顯 但是上下其實都有一定的波幅區間 我覺得當然現在10-20天線 就是兩條線都差不多跌在一起 大概20270點左右 那我覺得如果说 能夠站在這些軍線樓上 那叫做在一個所謂區間的上方位走 那可能都有機會反彈回去 再近這50天線 大概208-209這些位置 但是如果好像BDG這樣 又是繼續得而復甦 穿10-20天線樓下的 可能稍微低一點 試回低一點 又不期 但下面來說 暫時看著今月頭的低位 19,100左右 你見到整個區間 大概1800、1900點這些位置 做回上落先 其實短線我們還要看看可不可以上去10天、20天 流上 因為暫時給2萬點的水平 我們都還未上去 10天和20天線 20,200點 都還有些距離 莫說我們近期給這條50天線有些禁止 50天線左在20,800點 若果真是上回兩條日軍線上 還要望回這條50天線 好 恆指來講 日中碰過19,890這些低位之後 暫時美士仍在20,000點大關拉扯 最新跌幅去到170點 做20,01點位置 好 這一節我們先加軍工相關的股份 跟A股一樣一起升 版面上的話 中旋防務升幅去到1.8% 中航科工跑出了 現在來講都升幅去到半成國外 創了一個月高位 上到4.42 航天控股方面最新升幅去到3% 因素我們就逐一去講 其中一份市場覺得 可能都在炒國際關係緊張的原因 為什麼這麼說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將在本港時間 今晚的10點 發表中國的政策演說 中方就說到美方就過去40多年來 沒有嚴格落實一個中國的原則 和中美方面三個聯合公佈規定 促請美方停止以台制華 這個在他的講話之前 其實外界都關注 究竟布林肯會不會談及到台灣議題 因為前陣子大家還記得 美國總統拜登有講過 說願意去以這個武力去保衛台灣 不過白宮隨後就重申 對於台灣那方面的政策就不變的 這個會不會是今天 推一推一些軍工股上來的原因 絕對都是一些借勢的炒作 始終因為本身其實布林肯的一些講話 其實應該之前就已經是 對中國這邊政策的講話 應該是之前會講的 但因為大家知道 它五月頭的時候就確診了 然後整個演講就推遲了一些 而這樣推遲完 這刻的時間是怎樣的呢 就剛剛踏在拜登講話之後的一些情況 所以大家會更加關注 他這次講的一些對華的政策 或者是那個方向是如何的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像你說的 比如說之前拜登其實都不知道是不是口誤 但是當然對中台的關係 就有一點點 就是曾經讓大家解讀得不是這麼正面 令大家擔心我們兩邊又有一些中美的一些關係磨擦 所以好看真是今晚布林肯的一些講話方向 但是當然我覺得你說會很直接說到 譬如擔心中美是所謂的賣牙了 或者又再令到這些軍工股很大的炒作 始終我覺得現在的機會性都不帶著的 因為始終北境我想大家都要考慮一點就是 可能接下來10月份 美國都是有個大選 中期選舉 還有內地都是有個20大 就是今年年來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這些中理的關係 繼續是更加所謂的向惡化那邊走 我想都過這些事件先 就是可能下年回來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我想短線來講 真的未必說太易烈了 所以對這堆軍工股 我覺得純粹屬於一些短線的炒作 還有其實講一句 香港上的一些所謂的軍工股 其實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實真的不是太重軍工的成份 只不過真的很多時候沒什麼可以加 氣氛上 沒錯 所以就令到一些短線資金會追逐 但是如果說真的你講開戰 開火那隻的軍工 其實香港這些 譬如中船好 中文科工都好 其實就未完全是這一範 所以炒作性很多時候都談到比較短暫性為主 短線和炒作 抓到你剛才講的路數是怎樣 這個會不會上是叫做長遠一點的一個趨化劑呢 因為第二範就是因為郭智惠那邊 近來不是開了會的 講這個國企改革 市場都覺得國企改革可能會理好一些軍工股 我們綜合一些官方的媒體報道 包括中國證券部和新華網 因為他說按照郭智惠的部署 現在七月之前可能要基本完成三年的行動目標 又說軍工的資產證券化正在進一步加快 整體上國企改革是說可能要深化一些國有控股上市改革 包括怎樣做 增加一些優質的資產注入到上市公司 或者是那些架構上面要理順整理整條條線 那究竟對他們有幾大程度的實惠呢 當然我覺得你說國企改革這個因素 其實就真的久不久 或者好幾年又會搬出來一次 所以一旦有這些說法出現呢 對一些板塊或者股份又會有一些炒作在那裏 但我想大家過去幾年經歷了幾個行業的改革或者重組 不論是航運也好 或者這群軍工 其實個別譬如中船 其實都有些重整過 那大家另一邊商可能拿筆車那些 其實都見過 其實幾樣東西見得到呢 其實真的做完之後呢 你說現在看回頭 那個炒作是不是真的這麼持續這麼持久呢 其實真的不是 可能只是做那一刻 之前或者講的那一刻 會是多少的炒作空間 因為實際做下去 譬如我所說的資產怎樣的一個 可能配置 究竟是哪一些所謂擠到上市公司裏面 甚至乎以什麼價錢去做個注入 其實這些都是很難做個量分 是不是等於有一個很吸引的情況 還有我想有一個方向就是所謂趕得改革 都是想所有可能有一些相類近的業務的公司 那些業務是不要這麼重疊 或者是可能歸回清楚一點點 所以其實很難說是不是 哪一隻有個直接的受惠 所以我想很多時候是一樣 就是炒作性的機會會大一點 如果真的大家要做這個動作 去炒作一些所謂的改革重組這個因素 可能很多時候是出消息之前 炒作一些短線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真的做那一刻 就變成是一些可能離場 或者是慢慢沽貨的一些信號 那很難抓究竟是哪一個 在國企改革之下會跑出一下 我們看看第三樣因素先 因為剛才你判斷那些 好像都覺得短線多一點點 論那個股值上又算不算划算呢 我們參考勸商中信箭頭統計 他就綜合了一些軍工板塊做了的指數 說今年年初以來 其實那些軍工股 回調了大約兩成七 整體市盈率去到52.7 歷史低位附近 如果是從一個覺得它夠便宜的角度出發 又OK不OK 今天論走勢的確是2357做得最好 不過暫時逼近一百天線 又好像有一點點縮沙 那你怎樣看接下來的走勢 我覺得如果你說這個板塊 就是無論大家怎樣規律 做什麼指數 或者覺得是不是這些板塊 相近的股份都好 真的如果要入場都是短線為主 因為當然我某場上 你可以說同意平均股值 現在儲一些歷史低位是便宜的 但是話說回頭就是 整個港股市場其實全部都便宜的 基本上就是因為年初至今 全部都獲得很多 其實很多板塊都是處於歷史低位 所以假設跟無地資金要追 其實這麼多板塊選擇 是不是第一次已經減軍工 都會有些保留 收到了 對於軍工股份都是偏向審慎一些的 好 最新來講 中行科工仍然升幅去到半城國外 我們消息一下 現在有一個落地先 LÓS TID TID TID